今天一个重磅消息 大家都在想说 美国是不是真的是恼羞成怒了 一个中国要尽美光 衍生出来呢 拜登这个前前后后 口齿不清 拜登就是在G7之后呢 他抛出了一个消息 讲说呢 我们跟中国的中美关系 很快要解冻了 不知道讲给谁听 然后就说 我们也有在考虑哦 可能可以这个解除 对中国国防部长 李尚福的制裁 但是呢 这句话讲完才没多久 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反驳 马上说呢 我们没有要考虑哦 我们没有考虑要解除这个制裁哦 所以你不禁想问 现在美国到底谁当家 谁是总统 Who's the boss 而且话说回来了 解不解禁李尚福的制裁 跟现在中国大陆 敬美光 哪一个冲击力比较大呢 所以美国抛出这个议题 不晓得他们是怎样 想借这一题来释出善意吗 蔡委员 主持人刚才问得很好 Who's the boss 问题是 There's no boss 美国现在已经找不到 Or everybody's the boss 这是很巧 这是昨天 Washington Post 登了一篇文章 他就检讨 这个拜登政府的 整个外交跟安全的 战略跟战术 他发现互相矛盾 乱成一团 找不到一个什么根据 Washington Post 是多么亲民主党呢 他怎么现在才看不懂啊 他以前对拜登做什么事啊 鼓掌啊 乌克兰战争好啊 什么都好啊 这个打压中国好啊好啊 那怎么搞个老爸 今天才突然在醒来说 拜登到底在干什么啊 怎么很多事情都互相矛盾啊 好 举个例子 你到底要跟中国关系 要稍微缓解一下吗 那缓解一下 取消李尚福的这个制裁 有那么难吗 那你都脱口而出了 结果你底下的观点跑出来说 没有没有没有 到底你是老板 还是你底下的观点是老板 所以你刚才问的好 谁是老板 那搞不好 Washington Post就说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法 所以其实 而且这种状况 大家会发现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对 很久之前 拜登就讲过一些言论 也一样 他话一说完 马上国务院就跳出来说 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啦 比如说之前有关两岸题嘛 保卫台湾的这个题目也是一样啊 拜登好像一副五个就很挺台 然后国务院马上跳出来说 没有啊 我们还是遵守了这个一中原则啊 美国三个公报什么什么的 所以 美国现在的状况 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 那接下来呢 在秦刚回国接受新的大任务之后呢 驻美代表 这个真的就空缺了 大概有四个月这么久啊 这已经是1979年中美关系 正常化以来 最久没有大使的一次 来 接下来要派出这一位 他是谁呢 这是Politico雜誌 最新的一个大爆料震撼消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要接任中国驻美大使 最快在当地周二就抵达华盛顿旅行了 原教授 你怎么看 这个谢峰 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会当驻美大使 原来是副外交部长 因为秦刚调回来当外交部长 这个讲起来也是合情合理 让人很意外的是 长达四个多月 大陆居然不派大使到美国去 这个其实讲起来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外交案例 至少在中美关系是前 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而且最近的话呢 它里面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呢 涉及到很多方面 第一个呢 足以证明呢 就是说中国根本就不在乎 跟美国之间的往来的关系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呢 中国直接做事又表示反对 就是美国讲话言而无信啊 直接的话呢 就是派了大使的话呢 要解决问题也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我觉得呢 拖了时间够久了 但是很多人在解读 包含political在内都说 这个是一个比较和蔼的做法 可能是需要透过大使解决问题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未必 与其说是中国的大使 要解决问题 还不如说美国想要 在中国的大使伯恩斯 想要解决一些问题 来的是更重要一点 所以说呢 他本身谢峰这个派驻 美国的话呢 是让人感觉到 人选并不意外 但是时间点的话呢 确实是拖得有一点久了 但是话说回来了 这件事情还是要等官宣 到目前为止呢 都还没有官方的说法 杨浩铭 姚教授 你认为呢 如果是这个谢峰来接这个 中国驻美大使 他是不是一上任 其实也是要面临到很多问题 因为现在中美的关系就是 台面上看起来 美国一直释出善意 在私底下 美国根本就是一直在插件 一直在设陷阱啊 真的如此啊 通常对外国派驻大使 会隔这么久啊 都会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美国比较多了 因为美国派大使 都要经过国会的同意 那这个程序时间会比较长 有的人甚至会碰到一些 国会的这个搁置 或者是这个 等于是拖延 那这个会拖延到时间 那但是这是正常的程序 第二个呢 是什么 是当地国对这个大使有意见 那就可能会拖 我们通常派驻大使 不一定要得到当地国的 这个绝对的同意 但是呢 在彼此互惠的情况之下呢 都会对 就是说他 如果特别有意见 他会表示他说 这个人我可能有一点保留 那因此呢 这个可能会拖延 第三个当然就是 两国关系不好 那一方面不愿意派 另一方面不愿意这个去接纳 不愿意去欢迎 那当然这个氛围就一直拖 我觉得中国跟美国之间 这个洩风之所以这么晚 是第三个因素 那他现在去 可是呢 他的挑战其实也不小 你刚才所说的 一方面中美关系 现在走向了一个 全面的这种对抗 在这个G7的这个会议之后 但是呢 另外方面 也是不是真的有展开 因为当你进入到第三季 第四季 大家是比较专注在 经贸的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中美之间 还是要去彼此磋商一些 议题互动一些议题 尤其在王维涛 这个要访美之后 所以谢峰要去 我觉得也将刚好这个时间点 因为中美之间 是不是真的可以开始 至少透过大使 出过这些管道 开始去进行一些互动 进行一些沟通 所以他的责任 也是会蛮大的 没错 而且其实中国啊 早就已经把底线 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底下 不论是想跟中国 做生意的贸易的 或者是呢 想见面的都一样 中国从头到尾呢 没有变来变去哦 永远都是这一点 但是呢美国就是 爱做不做的 这边踩一点 抓你的灰色地带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 中国大陆要做的是什么呢 虽然说封杀了美光 但实际上呢 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 很美气 真的说就这样子 不敢来中国吗 与其说不敢来 不如说很需要中国 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 或许这个生意 也会真的很难做 做不下去 5月22号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在上海 就开了一场座谈会 上海美国商会 来了哪一些公司呢 Johnson Johnson 强森 3M 陶氏 莫沙东 汉威 美气代表 都是大咖的哦 都来了 王文涛就说 当前大陆经济 是保持着恢复 好转的趋势 而且市场潜力 持续在释放哦 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简单一点 就带来更多的钱 中方将继续欢迎美资 企业在华发展 实践共赢 当然大家很多人会说 那看看美光这个下场 很多人也会想 为什么是美光 这个美光做了坏事 当然要打屁股嘛 美光干了什么坏事呢 就是美光自己花钱 跑到美国的国会 或者美国的政府单位里面 去收东收居 要他们对于很多中国企业 采取这个制裁行动 这个实在是很不好 商业竞争怎么可以去用 这种政治的小手段 当然美国公司这种习惯 很坏习惯早就有了 那中国对于这个 这种企业 如果不稍微给他一点颜色看 他真的会把中国当橡胶 就像说前段时间 有很多的美国的 这什么征信业者 在中国大陆经营 不然你好好做你生意 可是呢 你就直接的去接了 很多美国政府的生意 美国制裁哪个企业的时候 就经由这些 美国系统的征信业 管理顾问业去调查 我查查我要制裁这个 院教授 或者要制裁这个 这个杨教授 已经害怕了 就是干这种事情啊 所以前段时间有几个 那个征信业者不是被逮了吗 对对对 不大陆很客气的啦 对对对 这个 逮的是中国员工 不逮老外员工 那怕说外伤会害怕 造成一些不必要 那王文涛部长 他今天的做法是把他美商 这些外籍商找来安抚一下 哎呀你们都是乖宝宝 你们都乖学生 你们有没有像美光干那些坏事 所以你们放心 校规讲清楚 对对对 中国中美两国这种 又斗争又联合的一种作战方式 要看很多指标啦 比如说我们刚才谈谢峰 我们就仔细观察一下 谢峰到了美国以后 多久才会向拜登递交国书 以前秦刚去了一年多 拜登不理他耶 连递交国书都没有 那个伯宁斯也拖了好几个月 伯宁斯至少递交国书了嘛 对对对 拖了好几个月 所以那个递交国书 当时我在判断说 中国开始要准备派出大使啦 派出大使啦 所以厂试的缓解 两方面的一个紧张啊 有点像是喂食到逆流 好吧先吃一颗喂药试试看 不要两方面都那么难受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但是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啦 而且其实大陆在惩罚这个美光 他还有开一个路 让他有补修的机会 你注意到他只下命令 要大型企业不可以用他的 问题是大型企业在中国大陆市场上 顶多是六成而已 还有四成是 国营企业 很多不属于叫大型企业的 话题里面 有中型企业 等一下这个 在大陆做生意要多大 才叫大型企业呢 那很大很大 有的事是非常大的 所以表示说 美光你给我乖一点 我盯住你啦 但是如果你改革之心 不要再干这烂事了 我就给你 现在留下查看就对了啦 对留下查看 的确因为美光13%的 是对华营收 所以呢其实这次有点 大家都在看嘛 就是美光之前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我们刚才也听清楚了 那同时呢 5月21号的时候 大陆国家网信办的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也给告诉美光 你们做了什么事 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 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 然后我们来看下去 你会觉得 这句回应似曾相似 美国商务部就说啦 坚定反对 没有事实根据的限制措施 我刚刚第一开始 只看到后面 还以为这是 北京发布的 因为你看哦 美国之前干嘛 一天到晚 你微信国安问题 抖音TikTok国安问题 什么东西都牵扯国安 现在美光还真的是国安问题 所以呢 中国可以开这一枪 然后美国就说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然后呢就很生气的说 我希望跟北京政府 我们要继续沟通 我们要厘清这件事情 美光的财务长 莫菲也说啊 还不清楚中国政府的疑虑是什么 回头想想好了 你要不要回去翻一下 比如说啦 微信啦 TikTok啊那一些 那请问 同样的 北京也会说啊 我们也不清楚 美国政府的疑虑是什么 好不好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啊 院长寿 对啊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固然我们这个蔡委员还举证立立啊 然后说明啊 这个美光到底犯了什么错啊 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怎么来我怎么去 这个就是牙还牙一眼还眼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安全的上纲啊 那几乎是无所不包啊 对 柜台本身也是因为国家机密上纲啊 搞得一塌糊涂啊 难道不行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的话呢 也可以扯到这里头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美光现在 我坦白跟你讲 大陆本身制造这种声势 就是告诉你高通也要小心 博通也要小心 我们一度一度来 没有几个人能通过非常严格的检查 我们自己都知道 因为说这平常你看人家的资料当中的话 如果你要严格的审查 能够通过不出问题的很少啦 如果你如果标准非常严 那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他们做的是互相制裁 互相打压 那么这里头就要问 通常我们讲 看到两个人打架 就要问谁先出手 然后呢 就谁先出手 大家会明白啊 原来美国人的话呢 美光在大陆做生意 做得好好的 人家Ttalk的话呢 华为啊 在美国做生意也做得好好的 人家按时缴税 该怎么做 你来我往 对不对 然后该缴税的 不漏税啊 如果做事情 公平交易 这不就对了吗 你现在要安插一个名义 叫国家机密 我坦白讲 谁受得了这个名义啊 谁能够通过这个审查 没错 所以中国大陆呢 也是 没关系啊 你就没有通过我的 网络安全审查 我今天就是觉得你有问题 那不然你就拿出 你的证据来嘛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了 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说 不要做生意的人呢 不会想跟钱过不去 但是呢 当你把经济问题 政治化的时候 来了 这不来了吗 那就看咯 接下来 安不安全 要看 你用的是中国标准 还是美国标准 教授 美光会被制裁三个因素 第一个 它是半导体 其实这就是中美之间 在半导体科技战上面 终于 也找到一个切入点 或者是 也到了一个临界点 你不断地对我制裁 对我这个限制 我开始也要懂得反击 而且要特别是 让你的企业知道 你如果 第二点 具有可替代性 你就要小心 你在中国的市场 可能被别人所取代 第三个 你如果一直都表现不好 你很坏 你不断地到美国那边 去打小报告 你不断地去推动 美国自己本身的 晶片科学法 你不断地其实 在法律战的层面 来去针对中国的企业 在美国 在全球的市场 在进行这样子的攻击 追问一下教授 你怎么看呢 这个算美光润了吗 美光科技CEO桑杰说 未来数年 他们要在日本 要投资5000亿日元 计划引进最先进的光科技设备 使用EUV的技术 预计2026年开始生产 新一代的记忆体晶片 我觉得其实 从这个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从北京的这个角度 也就是说 在美国对中国的 这个科技战的过程当中 终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开始可以去fight back 去回击的这样一个机会 跟时间点 也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市场 如果你外国的科技公司 还有任何的这种 这种就是说不良的塑形的话 或者是你的这个市场 是可具有替代性的话 其实是可能作为 对于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的 这种回击跟报复的这个层面 那这些科技的公司 你在这些市场的经营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的谨慎 但因此美光其实也了解 它自己本身塑形不良 它也在老早在做布局 它知道它迟早可能在中国大陆 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虽然其实北京 大家不要误会 北京对这个美光 现在不是杀手剑的 因为它只是禁止 它的重要关键基础设施 这个晶片的使用 而美光其实在中国大陆 大概占它市占将近四分之一 不到两成左右多一点的 这个就是说在美光的 这个整个占比的话 大部分还是在手机和电脑 这个东西其实被没有进 而且它卖给多半是外国企业 比如说鸿海 它算是台湾公司 因此美光其实老早也知道 它可能会是变成一个标的 所以它还在做全球的布局 本来半导体也都是全球布局 因为这一次的日本 你看接下来它也会在欧洲 做更进一步的这个布局 那日本这一次以那个Radius 作为一个主导 然后结合了Intel 美光 台积电 甚至三星 但是日本当然只能够做成熟制程 当然美光做的也就是这个 这个DRAM 跟这个NetFlash 所以其实也不是所谓的先进制程 所需要这些设计跟这个制造 那因此我觉得这是科技战的 开始的第二阶段 重点不一定是美光做什么坏事 而是现在北京也懂得去反击了 对 北京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确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被接受的 当你被中国这个市场不接受的时候 就像三星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三星电子 在中国今年第一季的业绩 比去年同期惨跌46% 甚至三星手机 现在我们聊天室来做个互动好了 我们就有世界各地的网友 你们还有在使用三星手机吗 你用的是三星手机的 你帮我加1 没有的你帮我减1 你知道吗 三星手机现在 中国据说之前有一波 当然这个前因后果 这个恩怨很多 巨买运动 所以呢 我刚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你知道吗 三星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额 三星电子 不是只有手机 三星电子 2018年 还有18% 市占18% 到了2021降到16 2022降到11 手机的话 市占率现在呢 0到1% 就几乎没有人在用了 等一下 赶快留言 我等一下聊天室 我要看一下大家 到底你们用的是什么手机呢 欢迎留下你的手机的品牌 委员 其实中国没那么小气啦 就是说这个拒满三星 不至于啦 当然当然也最近一段时间 中韩两边的确是有一些 因为美国因素所造成的 双方面的不愉快 就是难免的 但是三星的手机 三星的半导体 在中国市场上不能够开拓 基本上还是因为经济因素为主导 为什么说三星的手机 有经济因素为主导 就是因为中国的小米手机 OPPO手机 Vivo手机起来了 对 然后很多设计的很炫 就是说年轻人很喜欢 我们都年纪大了 难得换手机 但年轻的人大概 真的我们聊天室里面 像Kathy 她用的就是OPPO 然后还有我们的 Sun Smile 因为跑太快了 Lee 她用的也是OPPO 然后小米 华为 几乎没有什么 没几个人 也是有三星的啦 但是呢 这么多里面 我大概只看到两个 那因为三星的手机 这个 在设计上或者换代上面的 没有那么好玩好看 没有创新啦 现在时代趋势 所以是中国的这个起来 而不是说这个故意去拒买三星的 因为三星看起来就是好像 是我们这个年纪在用的 不是不好 这是我们这种年纪在用的 所以没那么fashion 所以它当然会被市场淘汰 没办法 手机现在就要fashion嘛 那第二个半导体方面 三星自己判断错误 不能怪别人 在疫情期间的 他就以为 疫情的时候遥控 半导体用量很大 他就搞了一堆存货在那边 就像一下子疫情消失了 他堆了一大堆存货 所以工厂就干脆没办法开了 没有新的订单 不止他堆了存货 他的客户也堆了一堆存货 对没有对付给他都不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纯粹经济因素造成三星金的困难 而且他在大陆市场上 营业有下跌 不是只有在大陆市场 在欧洲市场 在美国市场 全部都下跌 所以三星现在是进入很困难的时代 不过还好 他们家有开银行 还可以度过一段很困难的时间 这个倒是不会倒 那但是就是 获利能力衰退 股价下跌 然后但是这个困难时间 大概有三年以上 的确 另外呢 澳洲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法瑞尔 在这个访中结束之后呢 他就告诉大家 哇好消息 澳洲的棉花啦 铜啦 已经恢复出口到中国了 那接下来呢 大麦啦 澳洲的红酒啦 会不会继续疏中 还在讨论 不过呢有关于最新的是 这个木材的部分 中国驻澳大使日前宣布 木材哦 也恢复这个出口了 也就是说现在呢 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棉花嘛 铜嘛 还有木材 那么接下来呢 澳洲这个什么意思 南华早报说 因为地缘政治的包袱 澳洲恐怕难点投中国 加入CPTPP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 其实啊 早先呢 法务这个贸易部长就说了 澳洲呢 也不会支持台湾加入CPTPP 这是澳洲要保持一个中立吗 这什么意思呢 院主任教授 是 这个澳洲啊 他这个目前啊 这个他的地缘政治处境 是非常尴尬的 澳洲人一直认为 自己是欧洲人 他其实地理的位置 却是属于南太平洋了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你不管怎么讲啊 这个跟中国的关系是很近的了 然后他前一阵子的话呢 因为美国什么事情啊 我们就是说昂萨同盟 昂萨同盟 就什么事都喜欢拉的澳洲啊 什么奥库斯啦 又是什么四方会谈 什么都有澳洲 澳洲本身来讲 前面冲得很猛啊 原来有一个总理叫莫瑞森啊 他冲得很猛啊 他会讲话跟疯子一样 然后现在的话呢 搞到的话呢 这阿尔巴尼斯的话呢 他注意到澳洲本身的经济上 尤其是他出口的东西 你刚刚还没有提到 什么澳洲东西的话呢 什么龙虾啦 或者什么 对 什么一大堆这种红酒啊 什么的 原来的话呢 澳洲红酒其实好喝又便宜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的话呢 通通都 都是大陆 说不买就不买了 而且呢 他会觉得说 这个酒的话呢 欧洲还是吃不消 所以说这是第一件事情 澳洲本身跟中国拉近关系的话呢 当然也要看看美国的脸色 不过基本上 人家为了生存做生意嘛 这也没什么话好讲 然后第二讲的话呢 讲到CPTPP的话呢 我觉得呢 原来呢 这个叫做TPP啊 原来是为了 围堵中国设立的 然后呢 突然出现了川普以后呢 突然讲说不要了 不搞了 然后交给英文 我美国退出 退出了 美国退出 美国退出还玩个什么呀 对不对 这个根本就是已经 这个CPTPP变得极其荒唐 现在就是把里面 弄的好处多一点 由日本带头 日本是有名的出口国家 日本话呢 有什么 要的当然是美国 那现在美国没有的话呢 其实说呢 这个本身的话呢 大陆要求澳洲统一的话呢 也只是说 大陆现在以自己的贸易实力 愿意加入所有的 区域型的经济组织 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我觉得 大陆并没有因此 什么都没得到 它得到了澳洲承诺 绝对不会让台湾加入 我们这边喊的正儿欲聋 CVTPP 小孩子都会喊 对不对 那到时候都没有 一个就是跟美国的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也是喊的正儿欲聋 到时候也没机会 现在CVTPP的话 人家澳洲已经表态 这种经济组织里面 先加入的国家 基本上都有否决权的 它一表明的话呢 就是台湾就没希望了 那这个来讲的话 确实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所以的确 从教授刚刚分析来看 中澳的确现在处于一个 蛮尴尬的状态 但是中国释放出一个消息 说愿意邀请爱班尼斯 访华 访北京 表示说 其实中国是敞开心胸 有更多东西可以谈的 院教授 你可以再帮我最后补充 我跟你讲 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 移民到澳洲了吗 我知道 太多太多了 不得了 就短短时间 澳洲曾经非常喜欢中国人 移民到澳洲 移动时间 不管是有钱的 有能力的 通通都欢迎 那现在突然关系冷冻 到这种机会的话 因为你只要有中国人 移到澳洲的话 他拿着澳洲护照 做这个中国跟澳洲之间的生意 帮助就很大 什么东西澳洲有的 澳洲真的是不得了 一个州只住了2000多万人 你看什么玩笑 地大物博 我跟西伯利亚差不多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的话呢 导致出来说澳洲现在不跟中国做生意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发展 就这么简单 的确 那我们再来看 其实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 以上这些国家 好像跟美国都有点关系 都是那种很比较死忠 你知道吗 挺美派的 比如韩国 日本 澳洲 好我们再来就来看一下 美国自己问题可大了 G7参加完 马上火速 其他的行程都通cancel 本来也要去访 访澳洲 拜登也去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的美债危机还没解决 我们要请教杨明 杨舟寿了 拜登 他们有坐下来谈了 拜登呢 跟这个麦卡锡要谈 但是呢 抱歉 没谈好 债务上限 没有协议 所以呢距离啊 可能拖累美国经济的违约 只剩下 倒数10天 那现在呢 美国联准会 还公布了一个消息 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是政治面 官方面的 但是呢在真正的大家的家庭里面 美国人的口袋里面 到底有没有money money呢 我告诉你 如果这份报告属实的话 你会吓死哦 美国联准会周一的时候公布了一个 年度经济与决策调查的报告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 自己的财务状况 陷入挣扎 他说只有63%的美国成年人 就是你可以赚 有能力去赚自己的钱 可以马上掏出400美元 应付紧急状况 这个意思是说 37%的美国人 连口袋里面连紧急状况 要拿400出来 都拿不出来 教授 先讲就是这个债务违约的问题 我觉得麦卡锡会拖到最后一刻 甚至会让他真的在6月1号 违法达成违约一到两个礼拜 因为对债务的平等 他不是说你6月1号没过 6月2号国际平等机构 马上就把美国的债务降等 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不会很久 半个月到一个月 但你如果一旦造成市场的混乱的时候 你当然已经造成深刻的影响 可是他可以 市场还是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内 在等待 他后续的可能 而且要不断的去观察 就是了解 双方放话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真的达成协议 过去这个例子好多 对不对 真的2011年是蛮严重 拖得蛮长的 才被国际平等机构降等 但是其他的情况 有拖过6月1号的次数也不少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也不一定6月1号 说你会在一段时间 一到两个礼拜 但关键是麦卡锡没胆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那种 要跟你玉石俱焚的人 在共和党这个层面 第二个是也要面临大选了 其实也不希望把这个大选 因为经济的问题 变成共和党来承担 而把这个东西做成是 民主党你拜登的治理不良 然后凸显出 我要你捡预算 你都不愿意捡预算 我们还不断的要这个帮你加钱 让你继续的花钱 让你继续的买票 他不希望这么做嘛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这个情况 可能会是这样子一个出现 至于美国人 我们都得了解 美国人是先享受后付钱 一点都不神奇 先刷卡 一点都不神奇 各个方面的事实上 都是蛮大的一个部分 那因此呢 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 这个工作中间持续 就算中间有转换 他们仍然会有一些这个收入 所以大部分美国人 并不是很担心说 可能下个月或明年 除非他真的被解雇 那就面临到一个大的问题了 所以对他们而言 要紧急的拿出来钱 那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可能紧急拿出来的钱 大概连他的这个贷款的钱 都付不够啊 没错 那蔡委员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 有关于这个美债的部分 现在瞧成这样 瞧得这么难看 是不是都跟选举有关呢 这个就是竞选场合啊 他们炒就是一个竞选的活动啊 目的在何债 就是说我要 民主党要把责任推给共和党 共和党要把责任推给民主党 所以这个拜登才公开讲啊 如果这个债务真的违约的话 我不承担这个责任 不可以指摘我 我无所指摘你们不可以骂我 意思就是说你要骂就骂共和党 不可以骂我 他已经把话掉在前面了 那麦卡锡也是政坛上的老奸巨华 他也不是什么善类 我简单讲 他还是直接讲说 就是你拜登哦 花钱花太多 债务上限才那么快的逼近 然后我们要求你三坎的预算 那你又不肯 你拜登自己讲的 未来要十年内要减少这个赤字 要多少 要三兆 那我们提高到四兆五千亿 那一年也不够一千五百亿而已 那整个美国政府的预算 才多少 才六兆八千亿 那这么一点点 你为什么不肯答应呢 所以两方面在斗唇舌 那拜登在耍一个小技巧 因为如果要拜登主动去砍这个什么 四千五百亿啊 或者三千亿啊 或者东西啊 要砍什么 砍那个什么学费贷款的啦 砍贷款啦 要砍那些什么软性的开销 就说像什么退伍军联啊 公务员薪水 这没办法砍了嘛 就砍那些软性的开销 那软性还把票给砍掉了 所以他要做一个局 哎呀我不得已砍啊 都是麦卡锡 都是川普 都是共和党逼着我砍啊 谁要你们票投给他们多数席位 所以你不能怪我啊 那我竞选联任 你要继续投给我啊 就玩欧巴马2011年 玩过的游戏 杨庄搜就讲过这个story 欧巴马就玩这个游戏啊 到时候选民都怪什么 欧巴马care没有啊 没有是要怪共和党 所以这两党 有时候为了做这个事业 会讲谎话 比如举个例子 川普叫奥斯丁出来讲 哎呀如果债务上限违约都好 美国军人就拿不到薪水啊 多严重 他就是鬼扯美国军人的薪水 跟公民薪水 法力保障的 不受债务影响的 先留下来的 先留下来的 对啊对啊 所以就找在那个 因为优先不凡的 就是那个什么 债券到席可以不付啦 那个什么学贷可以不付啦 还有一些额外的 一些穷人的补贴 可以不付啦 所以有这些问题 但是为了为了竞争选票 谎话一大堆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